當作材料 但是並不是 比如說呢 其中哪一個橋段是 你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譬如我也是有一個壞朋友 然後曾經來我家偷錢這樣 壞朋友 對 來家裡偷錢 對 可是我一直覺得 他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爸說他偷錢的時候 我一直不相信 這大概是在幾歲的時候的事情 小六 比裡面的那個小朋友年紀好小 都在小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 其實就你們這個年紀來說 壞朋友那個壞的定義在哪裡 怎麼樣一個界線 才算是他是壞朋友 壞朋友 基本上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辦法分辨嘛 但是到現在 你可能已經大學畢業了 然後再回過頭去看的話 會覺得說 我在成長時間裡面 哪一個階段碰到 怎麼樣的一個定義 會覺得他是 可能也不是壞啦 就是我生命中的小人 可能有影響我一些想法 或者是什麼的觀念 對啊 例如我剛剛說的那位朋友 會偷錢這一個嗎 我就一直不相信他 一直不相信是他會偷我錢 因為他跟我那麼好 對啊 可是他偷錢他就代表 代表他之前跟我很好 好像都是假的 你就會覺得他很像是 酒肉朋友對不對 對 他好像是為了 想要來我家玩還是想要幹嘛 所以才跟我 好像變成好朋友這樣 那君彥呢 你有在成長過程中覺得 有碰過什麼壞朋友嗎 我碰過壞朋友沒有像他那麼陰險啊 對啊 就是要壞就直接就是 譬如小學就是到我家 然後就叫我拿錢出來 然後我就要幫他去投我家裡的錢這樣 所以你也是被勒索 算是被勒索了 被勒索 然後呢 那你有去反抗嗎 或者是跟父母講 就是青少年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現在回過頭去看 你覺得怎麼樣的處理方式才是對的 我覺得大概就像影片裡面那樣 我們小時候都不太知道怎麼樣要反抗 而且會覺得說那這樣也沒關係 反正還是可以當好朋友這樣子 可是當被勒索到真的 勒索到很多錢的時候 最後才會受不了 才會想說那我不要這個朋友 對 所以偷錢是一個嘛 那譬如說像是打架 或者是混幫派 或者是吸毒抽菸喝酒 這些行為你們會列為壞朋友的等級嗎 當然啦 還是一樣 啊 觀念這麼保守喔 沒錯 所以在成長過程中都不跟那種就是 比較會打架啊 或者是班上比較 擁充錯身的朋友交朋友嗎 打架的話還好 打架還好 總之要打架了 那抽菸呢 抽菸也還好 抽菸也還好 對 應該是一些比較就是 會對妳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就是想要害妳 或想要利用妳那個 是現在我們覺得那個是不好的朋友 跟她的行為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聊了這麼多啊 就是其實是電影中的一些片段對不對 也是最主要的橋段 就是在敘述說這個男主角他有 因為他可能是生於一個很富有的家庭 但是他碰到了一些比較不好的朋友 那對他的人生有一些造成影響對不對 下一段節目回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你們這一次起床氣的作品 這部電影大約多久的時間 算是一個短片的電影對不對 對 總片長連片頭片我加起來 才18多分鐘了 18多分鐘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就來帶妳看 今年第三十屆金歲獎的 最佳學生團體作品獎 起床氣 這一次中間的確認識 她還在內床嗎 沒有啊 她早就放假啊 她早就放假啊 這拿去給她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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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 你在幹嘛 小子了啦 等一下我們尿集啦 來 喂 幹嘛 眼睛怎麼來啊 你猜啊 無聊喔 快點